大家好,我们开始第四期的吧,我们就算第四期,第四期的,今天主要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服务器的安全设置吧,就是一些相对的安全设置,简单一些就非常简单,基本的安全设置 推荐大家使用安全狗吧,相对来说简单,然后方便,比起你自己手动去设置一些安全设置什么策略什么的也方便很多,而且你自己设置能源费的很多事情修改各种数据库,数据表什么的注册表之类的 很麻烦,然后我们使用这个服务侠选狗,它这个网址其实你也不用记,百度一百度就行了 然后,它这有一个Windows版5.0,基本上也没有说,针对于比如说2003,2008之类的一分,反正就直接一个5.0,Linux版本的2.8,什么3.5,如果说大家使用Linux系统的话 我就不建议大家使用这个安全狗了,毕竟这玩意挺占资源的,Linux的服务器相对来说被攻击的几率非常小,而且也不是很好攻击吧,基本上很少有人去攻击Linux的服务器 所以说,如果说你Linux的服务器不是说特别重要的东西,什么企业特别重要的东西的话,没必要安装 Windows的服务器才需要搞一搞,要办法编老扫机之类的,抓机的抓,把你服务器抓成肉机了,我们 我刚才已经提前下过了,下了这个5.0版了,提前下过了 我已经把它复制到这上面了,因为很慢,刚才复制完之后再开了 对,上一次,第三期上一次讲的这个 这个安装发行的安装包,大家可以去我这个网站,可以去我这个网站下载啊 大家可以去我这个网站下载一下 我把安装包放在网站,大家可以去上面搜网,搜这个2003 房间的那个安装包 一架安装包,大家可以搜一下 然后搜不到的,可以从网站找我联系网,是联系网 搜不到的可以联系网 如果允许的话,就碎盘空间如果允许的话,尽量安装到碎盘吧 因为它只有安装到碎盘才充分的跟你服务器比较融合 然后还有一点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很多的木马文件 如果它不在碎盘的话,可能木马文件 它可以帮你充电上,帮你充电服务器上把它给 给暂停或者给删掉了 因为我这个服务器碎盘的空间非常小 我就考虑安装了地盘 因为我的碎盘,说是还有2.8G可以用 但是如果说你要在使用过程中很快就爆掉了 因为我这个本来是个0.6G的服务器 我自己强行给它安装了Windows 我也不想去找软件去给它 在线的修改它这个 在线修改它的硬盘那个大小 因为还要去找第三方软件 因为V2003不下2008它在线的可以搞了 V2003这个很麻烦,它那个需要第三方软件搞 然后我也不想在上面装东西了 因为我这个服务器主要用来就是做视频用的 然后我建议大家装到C盘 我今天就给它装到其他盘了 因为我的C盘没法弄 然后工程推荐的话 因为如果大家如果服务器 像我的服务器配置这么差的话 这个网站安全狗的话就不建议装了 因为我刚刚下的是服务器安全狗 如果大家服务器经验配置好的话 你想装着感觉网站安全狗的话 可以装网站安全狗 然后我这个就不装了 开机自动运行是一定要要的 因为你不搞开机自动运行的话 能重启服务器或服务器 只使机自动重启了 它就不会启动了 我这个要选择地盘 我总感觉可以 我以为总感觉它这个颜色灰灰的 总感觉是那种修改不了的感觉 这东西安装的话它也分服务器 比如说服务器慢的话安装也挺慢的 服务器 这东西安装之后它需要登录账号 登录账号的话 建议大家自己去注册一个 只要用自己手机号注册一个 对它这个安装的话 也会导致你服务器断开那么几秒钟 然后它一般来说会自动连接上 这样就算安装完成了 它这个也很快 安装完成了 然后 点一下完成 我们估计还需要登录 它这个安装狗它现在为了弄搞用户 强的搞用户也很漂亮 它以前的话 这网友都不需要登录的 而且最早开始的时候 它上面有一个点跳过 你可以就上面有个跳过 你可以 这我忘了是哪个位置有个跳过 你可以不登录的 但现在你不登录 你不点这个登录 你好像 后面都点不了 你跳过这个页面 我们只能点登录了 我的账号密码是什么 我忘了 我先暂停一下视频吧 暂停一下视频 我去找一下账号密码 我们继续吧 我已经登录上了 登录上之后 它又会提示 恭喜你服务提供的 云南新中心 其实大家 然后 如果说经常更换服务器的话 尽量去你安全中心的话 里面删一些你取消的服务器之类的话 你3.18里面的数据会非常多 我那上面挂了100多台 实际上 我用了也就那么10多台 那其他的90多台 那不是我使用的 只是说以前使用过的服务器 建议大家抓完之后 取消它这个自动提检 因为 它这玩意自动提检很过分 因为它指定杀手 给开了提检的话 等于说是对你进行全盘扫描 如果说那个服务器 进行盘上文件多的话 那太靠服务器资源 我们举格取消这东西 不要开启 这个 自己有需要的自己可以搞一下 一般来说不要开启 我们安装完之后 要进行重要的一部分事情 我们要干什么呢 我们 一步一步来吧 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个 服务器移化里面 这有什么东西 我们需要做什么 这个打补丁的话 我是 建议大家打一打吧 但是2003的服务器的话 其实现在我也很纠结 因为据说有些补丁打完 会引起蓝屏 那就我们就先跳过吧 我们就不考虑这东西吧 但是看自己虚效 如果说你自己装系统方便的话 你也可以打一下试一下 如果说不蓝屏的话 你打了其实就更好 但如果是蓝屏的话 那你就先不要打了 还有一个就是扫描这个什么 如果口令啊账号之类 这东西懂的话 你可以设置设置 不懂的话尽量不要动 这个目录全线优化 目录全线优化的话 它只是说给比如说这个 你的系统这些C盘 比较重要的一些目录 给它取消一些那个权限 就是优化一些权限 这东西可以做 然后我使用安全狗也很多年了 做这个基本上不会挂了你的服务器 因为之前有很多人说 由于用安全狗给服务器搞挂了 然后也服务器进不去了 很麻烦 因为这种情况确实有 而且很很多 但是我之前用安全狗也出现过 这种给我服务器搞得我量不上了 这种事情太多了 但是你使用多了的话 你就你就会那啥 任何的哎呀咋说吧 现在感觉我用的很爽的 都是当年吃亏吃过来的 嗯 不过这个目录全线优化一下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这东西操作 我这个东西都试过来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我们可以放行操作 其实安全狗我们最怕的东西就是说 你设置一些乱七八八的东西之后 导致了你自己不能远程了 这是最夸张的 其他的倒还好 因为只要你远程进来呢 其他东西是你都可以自己改过来 他最夸张的就是说 你搞完之后 你突然发现你进不来了 你进不来了 那就导致你 你不能远程了 而且有很多机房 他不愿意帮你操作这些东西 尤其是像我 我这个 尤其是像我这个 就是说他机房不允许你安装Windows 你自己偷偷的想方法设法 装了Windows 那你一下说 我的Windows进不去了 你找他机房给你搞 他肯定累的不累你 而且有些机房 你擅自装了Windows系统 就按照他用户协议的话 他可以给你的服务器取消了 就不给你使用 而且不退款 所以这一点大家要注意一点 然后目录全线优法 那搞完之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数据库优法 数据库优法的话 我建议大家不是很懂的话 建议不要动 一般来说也没啥事 你数据库密码修改一下 一般来说问题也不大 我们建议大家不要动 谁会优法 如果自己非常懂的话 你可以搞一下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系统服务优法 就是说我们自己手中做服务器安全的话 也是需要去关闭一些很多 对我们服务器没有什么用的 然后那些服务 这些服务项的话没有什么用 但是很多的漏洞都在那些服务项里面 这些服务从哪进来 基本上我们手中搞的话 也需要从我电脑右键管理 就在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管理这里面有个服务 然后这里面 有点卡 点完之后 这边应该显出来的东西 好 已经显出来了 这是一些服务 这里面很多东西 有些是我们服务器 就是说比较很难用到的东西 但是很多都是这些漏洞之类的 导致的一些被别人攻击的主要目标 比如说有些打案机什么的 服务器用什么打案机的 对吧 我们根本用不上 然后很多东西都用不上 用不上的话 我们就需要给它关闭 它有些东西一启用 一启用 我们就给它关闭 帮它启动 然后禁止禁用 就禁止它的话 等于说你给漏洞堵上了 我们 在这一项的话 通过这个安全口优化的话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不会导致你说你忍成连不上之类的 就没有任何问题 可以放心搞 只要能忍成进来 如果说你修改了这个什么服务 导致你有些比如说你有些服务器 肯定不是做网站 做其他东西 导致你服务器有些功能不能使用了 那没关系 我们看后面有个方言 对吧 你可以点方言 就可以了 这是搞完了还是没搞完 那是想这个灰色我也看不懂 只要这服务器有点卡 我也搞得外很迷茫啊 我们且就当它完成了吧 我们点个点下一下吧 这感觉是没完呀 因为我点下一下也点不了 我们就稍稍等一下吧 对我们再说一下 在它这个安全狗 一般来说底下会显示一个漂浮窗 漂浮窗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两个功能 一功能就是你这个CPU使用率 第二功能就是说你这个数据的传输 就是说上行和下行数据传输 如果说你这个CPU使用率比较高 你肯定也超过50%以上了 然后老比较高的比较到八九十 然后百分子百 我们就可以查一下 找一下自己的那个服务器的一个CPU审高的原因 还有一个网数 我们时时可以看到自己的那个网站的流量情况 一般来说 你这个服务器嘛 你就是使用上行载快 对吧 上行别人访问你网站呢 就是拿出你服务器拿出去就上行 上行数据大的很正常 如果说下行数据大的话 那肯定是不正常的 上行数据大的话 你也根据自己流量网站的盘断 如果网站没什么流量的数据也很大的话 那也不正常了 别人是不是把你装上漏机了之类的 都要自己去参考一下 这个等了半天了 还是个黑色的 那我们就不管它了 那肯定也就就那样了 基本上Uhan完没完 我也不管它了 毕竟我的服务器配置 我这个是个小VPS 而且是个人家激方要求安装Linears系统的VPS 是晕主机 这东西配置好不知道哪去 所以说安装了Windows 已经很很够可以了 我在找安全口感觉卡卡的 然后注射表优化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注射表优化牵扯了我们干什么 比如说我们经常听到的什么135转口 要屏蔽因为这些漏洞转口 135转口我们要屏蔽转口 这个里面就有了 135转口屏蔽 然后以前我们说屏蔽什么 43啊什么45啊之类的 但是43转口不要屏蔽 43转口屏蔽了之后 你那个ADATTP S网站 那个域名就发不了了 所以我们它是有一个 135转口 135转口我们有个经验 我们直接也不用看 我们就直接连句话吧 我们这个计划也点完了 我们就在垃圾扫 垃圾扫描 垃圾扫描的话 就可以随意扫 但是安全狗这个软件 它扫垃圾的话 基本上它也少不出什么垃圾 一般来说都少不出什么垃圾 因为服务器的系统 咋说了 你也就挂个网站上面 你又不在上面上网 不在上面浏览东西 然后又不在上面 搞什么其他乱七八糟的 那它产生垃圾的可能性 也非常小 然后它也就给你扫描扫描 C盘那个粒子文件 其他的它也不敢少 因为其他的东西 有可能就是你网站 或者它产生的 它软件无法判断 它也不敢少 少了一清理 那你的文件不就没了吗 它就少能少一个C盘 这个什么文件 但是C盘服务器系统 所以反正因为我们要不经常 在上面浏览东西也有 它自己又没有显卡驱动的服务器 也产生不了什么大垃圾 所以这个东西挺无用的 这个没啥用 所以说主要这个服务器优化 就是这这几点 我们埃哥做一做一款系统漏洞 我们2003服务器 如果说你是2008、2012服务器 我强的建议你修复漏洞 但2003的话 因为这个系统标老 它和现在新的硬件 建议性不是很好 导致可能蓝屏之类的都行 我们有建议大家 非比较的情况下 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不修复了 但是如果说你使用是2008服务器的话 强的建议修复 2008、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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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器修复 这个系统账号的话 如果懂的话可以搞搞 但是如果说大家对系统账号 在上面搞感觉不太会搞的话 告诉大家手动改系统账号 非常方便就是还是这个右键管理 然后就刚才我打开这个界面 这里面有一个本地用户和组 然后我们点用户 我们点用户的话就可以看到 然后这里面有个ADM 你可以给它密码改的复杂一点 最好就是说大小写 然后加字母 然后加点什么符号之类的 然后改了复杂点 就是点往式子密码 最好的方式就是说 你服务器装好之后就改密码 然后有些人有可能会改一些用户名 如果说你改用户名的话 就是那就更需要你服务器装好 之后内码弄 因为你不内码弄 你安装完软件 已经发现之后 你再去改用户名 会导致那些软件 就不能正常使用 还有一点就是说 大家说 我的服务器刚刚弄完之后 也就一个来宾用户 和一个联盟 为他 你看我刚才装完 多了两个用户了 大家可以看到 多了两个用户就很正常了 这个是IRS的用户 IRS的用户 然后这个是 就匿名访问 那个英台的用户 就说你把这两个 这个用户进了 那就是你的网站 别人就是访问不了了 他需要 或者说他需要动用户才能访问 那就不合适 动用户才能访问 这个是IRS进程 进程用户 这些东西用户是必须的 就是说你不能进 还有些 如果大家使用什么 比如说 使用什么宝塔 面板啊这类东西 会产生个面板用户 面板 他那个面板用户 还有一个上个问题 就是说 你创建一个 创建一个网站 他就 那个宝塔面板 他就以那个网站 那个域名 给新创建一个用户 那导致你用户 这里面用户 会不会特别多 但是我们 其他的用户都不用管 我们就管我们这个 ADR版的用户 然后你又给他这个 密码改了就行 改了设置复杂点 一般来说就不会出现 什么时候不能检测 这类的东西了 所以这个 目前刚才讲过了 随后一话讲过了 这几个字讲过了 勒心勒痛 我也说过了 然后我们再返回来 干什么呢 我们返回来 然后 做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 我们可以通过安全口 给我们那个服务器 这个远程 远程桌面这个端口给他改了 为什么改端口呢 因为默认端口 就是默认端口 是3389 3389的话 因为这大家都知道 那别人也知道 然后他们会疯狂的利用这个端口 扫描 扫描的服务器 就算他登不上 那扫描也很也很烦啊 我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杀毒吧 他这个杀毒是需要你安装一些 其他的东西 这个东西 现在他摸上有了 还需要装什么 安装这个乱七八的一些引擎 这个我从来不用 这个我从来不用 为什么从来不用呢 因为他有个很很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 这个服务器安全口还好一点 如果说你使用上网站安全口 你用杀毒扫毒 就要小心了 因为很多那个页面设置的 AML的代码 就有可能在安全口看来 不是很安全的 有可能比如说里面有 既然是既然是 既然是里面有其他网址 他认为不太安全的 他就会暴毒 你一扫一扫 有可能就把你网站的东西删掉了 然后不太建议你删毒 如果说你用服务器安全口删毒的话 我建议你不要全盘扫描 我们建议使用自定义扫描 指扫描你的C盘 其他的盘你自己判断 就比如说你如果说你 你怕你的网站目录 你比如说你是买来的圆码的话 你怕你圆码有病毒的话 别人给你带的有病毒 外汇后门什么的 你最好是在你的本地电脑 然后找可以在本地电脑 安装个安全口服干啥 在本地电脑扫描完之后 你确认安全了 然后再上传上来 你本地电脑扫描的时候 你也看一下 他提示的病毒 有病毒那些页面什么的 你打开看下到底是病毒 还是自己判断下到底是病毒 还是说人家有需要量做 这我就不多说了吧 因为这东西就靠大家的经验 我说太多也没有什么用啊 这个杀毒就就跳过了吧 这个网络放火墙 我们可以点看一下 网络放火墙 当然这些东西基本上我一般都是 都是零下都是默认 我也不管他默认 这个什么端口安全策略啊 我一般来说都不开启 开启完之后很麻烦 但有一点可以开启的话 就是禁聘 然后你开启完之后 也不允许别人聘你的那个服务器 其实这点挺好的 你不让别人聘你的服务器 对你来说挺好的 要不然别人一直少点服务器 也很麻烦禁聘 然后这有个超级白名单 超级黑名单 如果开启安全狗之后 有时候你频繁的访问网站的话 会提示一个安全狗那个限制 安全狗限制的话 你可以帮你的本地IP啊之类的 然后在这里面添加 然后就点这个点个小词 添加进来就是这个地址 比如说这个超级黑白名单 这是超级白名单 在里面超级黑名单 然后添加进来 如果说你经常见哪个人 就防你网站 比如说导乱干啥 你可以把它的IP 然后添加到黑名单 然后它就防不了 但是有些人想烦躁 因为很多时候 你填这东西有啥问题吧 你自己操这些网站的时候 老给你禁止 那要等时间啥 大家可以给它关闭了 你点这个可以给它关闭了 这个主要是网络方向前 就这样用出来 这个对我来说 我经常就只用这一点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个 再看最后这一项系统方向 系统方向里面 这几个系统保护 这些东西干什么 远程远程行为控制 这个账号保护 这些东西都不要管它 然后让它默认就行 然后白名单防控控制 然后尽量不要开启 因为这东西是针对远程座面的 然后远程外的东西 远程座面开启 然后我们去把其他东西 这个远程座上好了 我们要点这个后面可以直接修改 它这个非常方便 我们直接修改 我们修改成110101 我们修改完之后 一定要记清楚 这东西不能忘 点修改 然后点确定 它会软件断开 点下一步 正常情况下 这个我们就端口 我们可以通过注册表 就是注册表修改 但是注册表修改的话 也比较麻烦 然后也需要重启 重启 我们通过这个修改是更方便 它这个断开 断开了我们刚才已经记录了 它这个端口了 哎呀 这也复得过来了 101 我们在访问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配置这个端口冒号 大家记得这个冒号 这个冒号 一定要用小写拼小写拼的 你不要用大写大写的话 它是访问不通的 一定要用在拼状态下这个冒号 好 我们再来把这个补权 要不然的话我们就防不了了 因为现在我们需要补权 后面加上这个关口号 有了这个就非常安全 因为别人扫描机 把他的端口默认就拼3389 但是你改了不上看 他又猜不到你用了1101 对吧 就算他能猜到你能猜到你1101 但是机内的小很多呀 一般他们就是默认少3389 看我们现在使用1101端口进来 如果说我们不使用这个端口的话 是进不来的 他刚才应该是默认的注销 或者重启了一次 然后我们看一下进来之后 我这个加速器运行 估计还会再断开一下 刚才服务器应该是注销了一次 估计他一般来说 充起的话没这么快 估计是注销了 注销跟充起应该差不多 但是装狼心狗之后 他修改了一些服务器上的那个配置 然后都会导致我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然后提示的东西不要安装 我 我也忘了这东西在 这东西好像是IE上面修改的 我忘了怎么修改了 这一点其实没什么影响 大家点一下 你能安装就行了 这个刚才这个提示的话 大家可以自己摆度一下 然后我印象中好像是 我看找能不能找到好像是在 它属于一个什么签名的问题 好像是在这个IE里面 好像是属于签名或证书上的东西 然后 不是这个 好像就是这个 好像就是在这个高级里面 好像就是对证书地址不匹配 发出警告 好像我们直接点掉就行了 就对证书地址不匹配的发出警告 就是我们点掉它就不发警告就行了 刚刚那个提示就没了 因为它这个应该是安全口 对我这个设置进行更改了 它默认也是不提示的 然后安装安全口之后 重启完之后 它又是这个了 然后我们给它改回去就行了 现在的话等于说我们这个就 服务器这个安全就设置过了 因为我们这样的话 比如说我们的端口修改之后 再访问服务器的话 我们就必须按照这个端口的形式 就是IP加端口的形式进行访问了 如果说你单一个IP的话 你是访问不了的 连接不上的 不影响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可以当然尝试一下 之前有人说我准备有点乱 我给大家取消了吧 不要看图标 我可以这样连接看一下 它就一直就是提示的连接 它就没有什么反应了 基本上就连接不上了 基本上就不能连接上了 因为没有端口的话就连接不上 我们就连取它了 我们加个端口 这样看它很快就找到了 正在配置连接回发 如果说那网速快的话 瞬间连上了 我们这样就连上了 还有大家如果说你远程桌面完了之后 我们建议大家不要学我 直接点关闭啊 那样你其实对服务器很不好 有可能会导致张卡到里面 下次连接的话不出现问题 然后只要正确退出来 我们点这个任务标准器 而不是任务标准器 我们点任务栏 任务管理器 任务管理器 然后点用户 点用户 我们就可以看到你这个 在这个登录用户 我们直接点注销就行了 我们直接点注销就注销掉了 如果说 我们不想点注销 我们点端卡也可以 反正就是你可以完全转卡 不会把账号卡到里面了 我们这样是正确的退出方式 等于说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服务器安全这一块 就讲完了 因为没什么可说 因为服务安全状态 这不光是针对2003 就是你在Windows任何的服务器 都可以利用户口 做简单的服务器操作 一般来说 你做了上 就比如说修改了端口 然后再修改一个比较复杂的 就是服务器这个用户 用户密码 然后相对来说 就已经可以了 然后刚才包括我说的服务器优化 这些方面 就比较目的全线优化 然后这种系统服务优化 做得比较优化 对 做得比较优化主要是一些取消一些 单口 然后系统服务优化主要是取消一些服务 然后做了这几个方面 基本上就相当说 你服务器被入侵的概率就大大降低了 系统账号的话 基本上你把密码改的复杂一点 就也没有说必要说 不要把这个 ADMN这个默认账号给改了 如果说你自己 觉得改一下比较好的话 你也可以修改 但是你要记住 就是服务器一定是刚做好系统之后 不建议大家打吧 大家可以试一下 如果说你安装系统方面可以试一下 所以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 服务器安全方面的东西 就讲到这里面 然后下一讲 本来这一讲说要讲这个IS使用的 然后下一讲的话 我们给大家说一下这个IS的网站 如何就是手动 搭建这个在IS上搭建网站 尤其是IS6下面 其实在IS7.5之后 就搭建网站非常麻烦 大家基本上也不整在上面用了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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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208之后 大家用面板的比较多吧 用面板的话 然后面板上直接可以操作了 然后搭建什么的也不需要自己手动的 也比较方便 但2013服务器不行 因为这东西 对面板的支持力不是很好 我还是建议大家手动搞吧 下一讲的话 为大家讲这个 如何手动搞吧 其实这些东西大家就算你使用软件搭配的话 搭建的话 也建议大家学会自己手动搞 有这么个手动搞 你要大概知道有这个方式 要知道手动怎么搞 要会 就是说你可以不操作 但是你要了解这方面的东西吧 行 今天这个视频就录到这里 下讲的 给大家讲这个大家 大家是大家服务器吧 我先准备找个圆码 然后给大家弄一下 试一下看一下 今天的视频就录到这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